大清早火災警报器突然铃声大作 让刑警民众吓到不行 生怕附近会有火警 而且尖锐铃声整整持续两个小时 声音来源是位在宜兰市神龙路一间诊所 七号清晨两点多 刚在附近酒吧下班的男子 突然听见这声响吓到 欣赏自己是不是要赶紧逃命 诊所到了白天接获保全通知 立刻前往处理 检查后发现是火警发信机发出的声响 并没有真的发生火灾 同时夜行委外厂商检查修复 其实火灾警报器分为三种 分别是真音型定温型及光电型 其中最容易误动的就是光电锡侦测器 平常没有在做保养维修 造成一个误动作的状况比较大 医院安养中心 旅馆这个就是假类场所 每半年检修申报一次 再来就是基督市住宅 就是一年一次 协校也是一年一次 幸好这回情报器 林医生大作只是误动 没有真的发生火警伤到人 去经营场记者 林医生 李家彦 宜兰赛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